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怎样念诵地藏经才算圆满 能念地藏经是大福报 世间人忙住工作 没有时间念 一生病 也念不来 到了老了 眼睛花了 看经费眼力 做福未奔波 也念不来 不要小看 说着个人只会念经 他不知道地藏经的功德 一念就超读六道众生 连大福报的天人 要堕落时 一听到地藏经 都天福增长 不会堕落 更何况鬼道众生 人道众生 这个功德 不是世间人能明白的 家里有供养地藏菩萨 不管是金银铜铁的 那监牢的神都会护持 每天念 很容易消业障 业障太重 很苦 一生病呢 头晕脑热 讲话都难受 念经更是喘不过气 不要说念经 就连念地藏圣号 也懒得念 做也不是 战也不是 这就是业障来了 你想念 也没有福报给你念 这个还只是得感冒而已 要坚持念地藏经 无论诵经 拜颤 都要按照先祈请发愿 在诵经 后回向的三步来做 为什么要先骑请 比如你业障现前了 你的亲人眷属生病了 要消业 要治病 打算念地藏经 这个是你诵经的目的 那么你要先把这个想法告诉菩萨 然后请菩萨加持你 通过你接下来的诵经 帮你消业 帮你治病 如果你不做个诵经前的 祈请发愿 虽然你诵经回向了 但是业障重的人 诵经的质量就不高 至心又不够 最后变成了照本宣科 菩萨也加持不到你 大家要知道 诵经不是很简单的 拿起经本就念 功德不是这样修来的 如理如法的诵持地藏经 或其他的经典 你就能在一次诵经中 获得圆满的功德 有些道友诵经诵了好多年 可是不知道经中讲的是什么道理 自己也没有开启智慧 多半与自己不能如法读诵有关系 诵地藏经前先简单地提醒发愿 比如 弟子谋甲业障现前 诵经不得力 发愿读诵地藏经一步 消除不能读诵大成的业障 提醒南摩地藏王菩萨慈悲加持 这个诵经前的第一步 就可以完成了 如果还想要殊胜一些 可以在诵经时观想自己 在道理天诵经 诸佛菩萨在你身边听你诵经 这样观想可以设心 观想的过程 也是跟佛菩萨沟通的过程 修地藏经就要置心归一地藏菩萨 这样在诵经的过程中 才会与地藏锁弘之法相应 在诵经时 我们要把心安住在经书的字里行间中 一边诵一边观想经文化成光明 融入自己的心中 观想光明普照在身上 你会感觉到温暖 如果一边诵经一边浑身发冷 除了你的业障深重外 就是诵经不如法导致的 诵经不要追求速度与数量 要注重诵经的质量 字句分明的诵经最好 当我们诵完地藏经后 观想这部经典化成光明 融入自心 然后恭敬地在佛菩萨前回向 这样诵经才算圆满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